你好我是牛奶爸 LINE的6月1号发布了个最新的费率调整消息 那这个消息呢其实我觉得蛮棒的 为什么呢我们来分析一下 在LINE的从去年10月 2015年的10月到2016年的6月底 也就是这个月底 今天录影的时间是6月3号 2016年的6月3号 他到6月底也就是这个月底 他的免费方案是每个月可以群发限制1000折 这个是本来就刚开始就是这样规定 没错然后推广方案是每个月798块 然后限时体验当月群发没有限制 然后每个月是5万折为上限 那如果说超过5万折的话 应该是从7月本来 从7月1号起是调整为 多出一折就多0.2块钱台币 那你去算一下假设说 假设像我现在粉丝数有超过6000人 那6000人然后我每天发的话乘以30天 那我是不是会发出18万折 那18万折减掉5万折 因为他上限5万折嘛 所以我会多出13万折 那13万呢再去乘以0.2块 因为超出一折0.2块嘛 等于说我如果7月份开始每天要群发一次一折的话 我当月份呢就要付出26000块 除了每个月798块之外 我还要付出26000块钱 我才能够每天去群发 一个月30天每天去群发 哇那你觉得我会做这种事吗 每个月变成要多付26000块 为了群发肯定不会嘛 所以呢 这个赖太也很聪明啊 所以他这个月开始调整了 本来是到6月底都可以无限制嘛 然后7月开始他说超过5万折的话 一折0.2块嘛 那这篇文章他有写到 这是最新的非力方案 从7月开始他调整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入门版798块 就是我现在用的798块 然后有效好友数限制在2万人 那我目前目前有效好友数是6000多人 所以到2万人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所以没差 那群发的讯息折数呢是无上限 这是他最新调整的非力方案 所以本来是超过5万折的话 每折是0.2块 那现在改成无上限 只要-798 然后条件是有效好友的人数 所以他的限制是变成 限制在有效好友的人数 然后动态消息呢 没有上限 然后图文讯息呢也是有的 好 那有一个最大差别在哪边呢 看一下这个免费版 本来这个免费版呢 他的有效好友人数 这个本来就没有上限 那群发的折数是1000 这个也是维持原本的 但是动态消息的折数变成只能发10折 一个月只能发10折 然后不能发图文讯息 这本来就是 那为什么他是要限制呢 因为有很多免费账号 甚至有破10万 破20万以上的账 的那个好友数的账号 是免费账号 然后呢 他们都用动态消息折数的这个方法 就是发动态消息 发到 有些人很讨厌 就发到都洗版了 然后因为为什么 因为没有上限嘛 免费账号 而且没有上限嘛 所以他们就猛发猛发 猛发这个动态消息 发到别人的动态消息都被洗版 那这个就很讨厌嘛 所以呢 LINE这个措施就是限制 如果你要发动态消息 无上限的话 OK 你就付798块 那就没有上限 所以这个做法的话会变成 那些免费版的人 他们想要继续维持 或增加粉丝数的话 他们一定要付费798块 否则 他一个月只能 只能发10折动态 就是投稿的意思 投稿到主页只能发10折 那你想想看哦 如果他只能发10折的话 那想必他的粉丝数量的增长速度 就会变得很慢 为什么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 动态消息发布出去的时候 可以被转分享 病毒式的转分享 所以如果只能发10折的话 那你看他一个月 被转分享次数就减低很多 粉丝数的增加速度就会变得很缓慢 所以他如果想要维持之前的那种 被分享次数的话 他肯定要付798块 那LINE的官方是不是就赚到钱了 从免费账号变成每个月收到798块 然后再上去这个入门版再上去是进阶版吗 进阶版是1888 然后呢有效好友人数是5万人 有效哦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蛮合理了 你看我本来要付出2万6千块的 那现在只要798 我就可以一样没有上限的群发 每天都要发的话 那我如果说好友人数成长到5万的话 哇其实5万已经是2万的2倍多了 所以其实我的有效好友数 如果真的到5万的话 我相信我的收入一定很不错 所以呢一个月付1888 其实是很合理的很便宜啦 你要你要那个群发给5万5万个人 一个月只要付出1888块 其实这个相当相当便宜啊 所以这个人这个如果是我 我一定会付钱对不对 这我一定会付钱的 然后再上去呢是8万人 然后一个月5888 你看2万变5万是差3万吗 5万变8万也是差3万嘛 但是这个费率呢 从1888变成5888 哇就多了4千块 虽然成长幅度好像比798变1888还要多 但是如果真的啦 你的有效好友数到8万的话 你当月营收可能破百万甚至几百万 看你商品的那个价格啦 还有利润 其实都没有问题啦 一个月破百万或几百万 其实都没有问题啦 所以这个费用其实我觉得蛮合理的啦 好那这个ID呢 一般ID 随机ID不用钱 这个专属ID 798第一年 第二年398 这个是维持原本的费率 没有变更 那我会建议你去申请专属ID啦 因为 识别度高嘛 识别度比较高 像我的是小老鼠 LIUBABA 另外一个那个有认证账号是小老鼠 very good 那就好记啊 那假设像像这种 他这个是举例 像这种他随机乱数给的ID 这个很难记嘛 你要给别人别人也很难记啊 所以要让人家加你好友的话也很难记 对不对 所以会建议你去花798块 如果你要用心经营的话 然后他这边讲说 2016年7月的优惠期间 购买入门版就可以享有进阶版跟专业版的功能 需要使用进阶版和专业版的账号 请在8月再升级 所以 如果你的粉丝数量已经超过5万甚至8万的人 你在7月 还是可以享用798块的费率就对了 然后他底下有说明 原来的价格方案 针对每月群发超过5万折之后 每折0.2元的收费规定将不再适用 没有错就是适用这个新费率嘛 像我只要798块一样 我目前其实就是付798块嘛 所以我之后一样每天都可以群发 因为没有上线 太棒了 然后新方案内容请参考 让官方有这样子公告 OK 其实就是这个啦 未来针对各个方案开放更多应用 请关注OK 如果你是超过8万人的超人气账号 请来信 向Line的官方账号团队洽询 就是非用的话就没有利害这边 像有些账号他超过10万 甚至20万的账号 就是直接写信跟他们 跟他们溢价了啦 就是这样 好以上呢 这个就是Line at 加值服务他们的推广方案的 费率说明 那很高兴也很开心 就是我本来很烦恼 想说下个月开始 我可能就要浓缩成一个礼拜 发一次 一个月可能只发4次到5次的这个 8点档讯息 那如果依照目前这个方案下去的话呢 我还可以每天发 每天晚上8点 只要持续收看 那个网络行销8点档的话呢 就可以持续收到 流奶爸的网络行销8点档讯息哦 好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